大家好,我是刘亚瑟 拿了金像奖之后 我的生活确实是有一些变化 最大的变化就是 连这种跟拍戏无关的脱口秀节目都来找我了 重点是我还接了 毕竟我的经纪公司说 我不可以接烂戏 但他们没有说 我不可以接好的综艺 获得金像奖那天晚上 我突然发现 我好多朋友啊 我收到了六百多个人给我发来的贺电 我每一条都认真地回复了 因为我很怕人家觉得 哎哟,拿了影后 人就没影了 就连忘记回的拜年短信 我都给回了 刘亚瑟协金像奖 给您拜个晚年 演艺圈确实很现实 之前有很多戏拒绝我 他们说的都是 我真的很喜欢你 很想用你的 但投资方那边 需要考虑一下 拿了奖之后 突然很多戏来找我 不管怎样 我都要感谢那些曾经拒绝过我的人 因为我从他们身上 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我跟他们说 我真的很喜欢这部戏 我很想演的 但我的经纪公司 可能需要考虑一下 至此这部戏 我没试过戏 等了两个月 终于见到了导演 导演跟我聊了半个小时 后来我听导演说 他选择用我 是因为他从我身上 看到了我对生存的渴望 这也是角色需要的 导演确实没有看错 我苦等了他两个月 但凡中间有别的戏找我 我都不会这么渴望啦 但我还是觉得 导演用人真的很大胆 他光看到了我的渴望 都没有看到过我的演技 后来我为了这个角色 也真的是 非常的拼命 很多人说 我挨打的戏 演得非常的真实 那是因为 都是真打呀 其中有一场戏 家动哥 啪啪啪地打我的脸 很痛 我当时感觉 我的牙都快被他打出来了 我跑去跟导演说 导演 我还能拍致尺吗 我好像没有致尺了 我真的很害怕 自己表现得不够好 所以强烈地要求 家动哥来真的 我觉得这也没什么 因为我知道 很多演员的成功 都是经历过 社会的毒打 而我的成功 只不过是经历了 家动哥的毒打 很多人不知道 我刚出道的时候 就已经是天后了 跑掉 小天后 我还出过单曲 叫做 你到底怕不怕 我不怕 你怕不怕 我不怕 从歌手转行做演员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要学会观察 有一次拍戏 我看到一位知名的演员 要去上厕所 我也很想去 这样就不会因为我 而耽误拍摄了 结果 我被一个厂物 拦了回去 我心想 名气是不一样 但内极是一样的呀 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憋着 一股劲 一定要拿到影后 实现厕所自由 所以李丹 我的五星级厕所 在哪里 最后 我想对所有 拥有梦想的人说 只要我们真诚的待人 认真的工作 彼此尊重 就一定会有回报 走得慢一点 没有关系 最重要的是 憋住 一股劲 虽然我拿了奖 但我也不会膨胀 毕竟我经历过 十几年的寒冬 好不容易迎来的春天 我一定会 好好珍惜 好好拍戏 最近我和 搂的瓦 跟华哥一起拍潜行 希望大家 到时候去电影院 多多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刘亚瑟